昨天柯文 臺北市長柯文哲表示 及其AZ的購買相關問題 中央是沒有採購計畫嗎 像郭台銘在進疫苗的時候都有規則 一週進多少多少都 可以預告 但中央都不跟地方政府說 這部分是不是溝通上面有一些出入呢 這邊請部長想說明一下 謝謝 一樣 所有的疫苗我們都是到貨的時候 再跟大家做報告 那每一種廠牌都有不同的理由 都有一些延遲的一些情形 也都有 那有一些有提早到的 也都有 這並不是我們就一旦知道了 一旦就是說知道確定的一個班機 那上了飛機有跟大家來做報告 那講這 我就覺得這個很奇怪 就因為進來以後 不會說今天進來了 明天就發下去 他有一個封簽檢驗的時間 所以進來之後 如果要估 自己也可以估得出來 那有七天 至少有七天可以作業的時間 所以因為到貨 我要早一個月跟大家講 一個月可以準備 沒有 不是說是疫苗 並不是說到了貨 第二天就發下去 所以大家會準備不及 那到了貨 我們會規劃好 然後通知地方說 可能要開多少的量能 然後他開出來以後 我們再根據這樣的東西 去預約平臺去多分配 然後再把疫苗 這往下發 所以不是 急到急發